《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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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仁健壮 率领数百骑兵加入战团 成功击退徐胜 蒋钦等人 将牛津从众围中救出 本文要介绍的成语 是牛津请战时说出的决议死战 意为同敌人做一次你死我活的战斗 多用来形容某人对某事的一种精神状态 几两军打仗时 对战斗胜利的渴望与决心 这也是《三国演义》作者罗冠中所首创的一句成语 曹仁奉命镇守江陵 并与孙流联军展开激战 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从现地建安十三年 公元208年 年底一直持续到第二年 时间长达一年多 面对孙流联军的猛 列进攻 曹仁临危不惧 多次化解险情 为曹操势必惨败后的稳定局势 及战略调整赢得了宝贵时间 至于上面介绍的这则小说中的故事 在历史上也的确发生过 出自《三国志曹仁传》 曹仁流吞江陵 聚无江周渝 渝将数万众来攻 前锋数千人使之 人登城望之 乃莫得三百人 显不许将牛津匿于挑战 贼多 金重少 遂为所为 长使尘角聚在城上 望见金等垂眉 左右皆失色 人意气愤怒善 为左右取马来随备甲上马 将其挥下壮士数十骑出城 去贼百玉布 破钩 脚等以为人当住钩上 未今行事也 人静渡钩之前 冲入贼围 金等乃得解 于众未进出 人父直还突之 拔出金兵 王其数人 贼众乃退 从江陵之战的表现来看 曹仁守城的能力的确非常出色 难怪后来曹操又命他镇守 凡城抵御关羽 在汉墨三国的战争史上 曹仁的守城能力堪 与张辽 郝昭等人相提并论 是当时最为杰出的守城将领之一 参考书籍 三国制 三国演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